大家好,主席请一下叶部长,请新局长,请议员所林志明,林所长,还有港湾技术中心邱永芳,邱主任 好,请叶部长,新局长,还有我们所长跟主任 港湾中心主任在吗? 对,在 好,来 部长您好 一位你好 东北角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风景区啊,发生八死八伤的这样的一个不幸悲剧啊,不但显示出啊,我们的旅客没有安全保障之外啊,更重创了台湾的观光形象 没有旅游的安全啊,就没有观光发展啊,发生这样的重大的事件,让整个社会啊,非常的愤怒 再加上我们风景区的官员啊,狮子在前,狮眼在后 我前几天就说过,这样冷血的官员啊,比风口浪还要可怕 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伤害台湾的观光形象 重创这样的一个啊,交通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维护的形象啊 这个部长,应该在这边啊,向全国的民众啊,鞠躬道歉,并具体的说明啊 部长 那鞠躬道歉 然后今天早上呢,在昨天在那个台中呢,这个呃,视察交通业务的时候 也有媒体问到,我也有针对媒体来道歉 今天早上呢,我在这个委员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有道歉 好,基本上呢,我觉得呢,这个道歉主要是因为呢 就是刚刚李委员所说的啊,我们的这个风管处处长呢 在两方面,就是说前开始的时候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到现场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啊 那主要原因,事实上他是在宜兰,也有一个公务的活动啊 那他有通知副处长赶快去 那但是副处长跟处长都还是稍微晚了一点到 那另外呢,他后面呢,对媒体的发言呢 也的确呢,有一点不太恰当 那我相信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事实上呢 他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只负道义责任 他是说呢,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呢 当然我们要负起道义的责任 因为媒体问他说,要没有法律的责任呢 他说法律的责任呢,应该要进一步的去厘清 要怎么样去,谁要负这个责任 是这样的意思啊 但是媒体把它说成,只负道义责任 这个我想... 不是啊,你现在应该更具体的向社会大众说明啊 我们针对我们台湾的旅游安全 我们的观光的安全 以及啊,我们整体国家风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啊 我想呢 这样的一个再次的悲剧发生 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补救措施 我想呢,这就是像这个 当然啊,我们昨天呢,我们观光局局长呢 已经呢,找了一些专家呢,到现场去踏刊 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呢 这个气象局这边也有提供资料 就是说呢,在9月到1月的时候呢 风口浪比较这个... 比较多的,发生几率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做一些预警 那很多的这个海岸型的风景区呢 我想呢,很多的气象 事先的预报 我们要多做一些 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我们的国家风景区啊 总共有13个国家风景区 有7个都是靠海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区 包括东北角,包括北海岸 包括东部海岸 包括澎湖,马祖,大澎湾,云嘉南 这7个国家风景区啊 都是靠海 那这样一个风口浪的几率啊 夺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国人的宝贵生命 这10年来啊 已经夺走了65条的人命了 这我们应该要更具体的去保障旅游的安全 那针对水上油气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安全啊 最主要还是三个方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教育 第二个是警戒 第三个是救援 我们如何去教育民众 这样水上油气的安全 我们如何在民众在旅游的时候 保持警戒 能够啊,事实的劝导 第三,才是救援 那我们在这三个部分啊 有什么具体的这个交通部啊 会去做具体的补救措施啊 跟检讨 我想民众的教育的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我们的民众呢 事实上这个教育民众的意识呢 应该是全面性的 绝对不是观光局单独可以做到的 也就是说在学校的教育啊 平常的社会 大家就应该要有风险意识 包括去爬山 包括去玩水 包括接近这个 譬如说开车子 交通的安全 这些呢民众本来就应该要 自己呢 努力的 还有各方面呢 不只是这不是光政府的责任 是大家全民共同的责任 这是所谓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部分 那观光局呢 当然呢 在它的封警区管理处里面要做的呢 要做好一些警告的标示 各方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个 这个预警措施 包括可能呢 譬如说呢 当这个风浪呢 比较大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作为一个 更强更明显的警告告示牌 那救援措施这里面呢 事实上以目前观光局的人力啊 事实上是有利所不待 因为事实上以这个东北角为例 观光局呢 事实上只有两三个呢 警卫人员呢 只要沿路呢 要去这个随时去了解 差不多长达130公里的海岸线 只有两三个警卫人力 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 必须密切的跟地方政府配合 好 那我相信呢 那个地方政府的警力啊 部长我现在请教一下新局长 局长我们这个气象局啊 一般对于这样一个水域的安全啊 当然有一个警戒 然后提供给观光局来作为一个参考 当然就是风力啊 达到这个几级以上 一般在我们的近海里面都有 所有的近海都有风力啦 一般会比较提醒的在六七九 应该是到八级以上嘛 对就六七九 就是一般在平均风六到七级或 那浪高应该是在六米以上 就会警戒说应该我们的旅 是要靠近相关的海域 那这次它这次的风口浪啊 它的阵风啊 大概也是大概五至七级吧 对大概我没有观测到九级的阵风 但是我们在前一天已经做了这个地区的预报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六七九 那局长我请教你 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啊 它能不能预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报系统能够建立 跟各位委员报告 这个风口浪的成因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出来 但是从过去发生风口浪的情况呢 可以去中西 它当然跟这个地形风力风向都有相关的关系吧 对有相大的关系 最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外海开始有长浪的时候 这可能是一个迹象 另外一个就是说 配合近岸的地形跟海底的情况呢 会造成不同的风口浪 好我请教一下那个邱永芳邱主任 我们应援所啊 针对风口浪啊 在九十九年到一百零二年 有做一个研究计划 这个研究计划 就是要去针对台湾的风口浪的 可预测性的研究 跟想要建立啊 这样的一个风口浪的预报系统 我现在请教你 现在这个可预测性跟这个通报系统啊 现在你们研究的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其实这个风口浪的这个物理现象 我们就很早就有开始在注意这样的一个物理现象 但是这个物理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物理机制 所以在国际的学术上面的研究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定论 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发生了 但是我们观察台湾的那个附近海域的情况 就是我们有横流也就有黑草 有风有风那个那个那个阳烂那个风驱流 还有一些情况就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大概发生的原因大概可归纳成两个一个 一个是一个是那个军波所造成的 就是群波所造成的 一个可能是波流主 但是这两个事情并不会完全是墙风会造成这个 有时候是墙流也会造成这个 所以这个这个机制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的研究我们已经在深海这个部分 深海比较深海的部分的那个机制的计算方法 所以突破了那个以往的那个计算的方法 方式我们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计算 但是目前计算的结果还是在深海 对禁难要接到禁难还必须要再去做 比较深入的研究了 啊因为这个风阔浪的发生的机制是一个 是一个不定时的发生 就是说机制不是很清楚 所以什么时候发生很难预测的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有时候是风平浪 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它也发生了 啊有时候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它也发生了 所以基本上什么时候发生 这个这个很难控制 所以要预测它是困难的 啊我们的观测上面也是比较困难的啦 啊现在就是因为观测的观测困难 对我们的理论的那个架构的那个验证哦 有点困难度啦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 好我再请教一下新局长 那这样的一个啊风口浪的预测啊 当然在技术上在学术上还有相当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不过在我们气象的预报方面啊 针对国家风景区或相关的海域 我们能不能啊气象局在预报的时候啊 能够去提供发生风口浪的几率有多少 就好像我们下雨有一个大概降雨的几率有多少 然后发生风口浪的几率有多少 这个气象局做得到吗 我想这一部分可能我们真的要再找专家学者来评估一下 来去研究 我们可以努力试试看 因为我们从101年已经跟海洋大学在对这方面像异常波浪的这种分析 已经有一个计划在执行 我想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研究呢 我们跟学者来评估看看 这个要努力去推动 我也建议啊我们气象局在一些气象的预报啊 当然每个这个民众啊都不是说什么台大的大气科学系毕业的 是 应该用更具生活化的语言啊 让民众来了解我们的气象预报 你说像相对湿度89% 这个一般民众听不太懂 但你如果说今天适合晒衣服 这个民众就知道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我们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岛的地形里面 我们也让民众知道发生这样的一个海浪 风口浪的几率有多少 更能够让民众啊具体的去保障这样的一个旅游安全 这个部长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国家风景区啊 刚才我提到三个国家风景区啊 有七个都是领海 那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安全啊 也是我们交通部啊 发展观光发展啊 一个很重要的旅游安全 有旅游安全才有观光的发展 那现在我们针对啊 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发生的次数那么频繁 伤害那么多条人命之后啊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管理 警戒 或者是啊 要适度的管制 或者是啊 这种风口浪密集的时刻啊 是否要全面管制啊 这个部长是不是有具体的想法 我们呢 事实上呢 第一个我们会两周内呢 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检讨报告 那昨天呢 我们呢 要局长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呢 去现场了解以后 你有几个重要的结论 我想在这边跟委员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交通部观光局所属的海岸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 跟中央气象局会建立长期的研究合作呢 来沿拟小区域气候预报的机制 并且呢 会把气候的讯息充分的提供给予游客来窒息防范未然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风口浪呢 事实上是刚刚有提过 是不可预期的天然灾害 所以我们会请管理处加强宣导其危害的严重性 提高游客对海边游气活动安全的认识 第三个呢 就风口浪盛行的季节呢 邀请专家学者共商研议 更严格的标准以检讨现行管制进入的措施 那第四个就是加强 除了加强现场的安全维护设施以外呢 那个巡查管理措施及增设监视系统等外呢 并持续呢 与地方政府的消防局海巡单位呢 来合作定期的实施联合机查作业 第五个是请管理处呢 会善用民间志工的力量 协助成立呢 游客导览解说及安全维护的巡逻队等等的 协助管理处地质环境教育解说 劝导或驱离违规的游客等作业 以弥补现有的人力物力缺乏的窘境 不然要切记啊 没有旅游安全了 就没有观光发展了 这是交通部的重要工作 好谢谢 谢谢